為各位介紹的這項商品是 千大EPIC的碳纖維後扶手 那目前這個後扶手是最新的版本 我們來看一下一下 那現在最大的差異性是在 之前的碳纖維後扶手 包含其他很多廠商的製作 都是用玻璃纖維裡面 外面去包覆碳纖維而製作 但是呢 這次千大的後扶手呢 是百分之百碳纖維製作 那所以它的重量 碳纖維特色就是強韌 而且重量非常的輕 那現在呢這兩隻以 雷霆跟新競戰舉例來說 兩隻大概都是在 兩顆大概都在400克左右 非常非常輕 400克有多輕呢 大概比手機再重一點點而已 非常非常輕 它是極具輕量化的 而且它的強度呢 碳纖維的原因 那它強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之前千大有做過測試就是 用這個吊車 用繩索勾住這個兩隻的後扶手 直接把整台雷霆 裝上千大後扶手 直接整台把它吊起來 離地大概約兩三公尺 那來測試這個一個碳纖維的一個強度 然後來避免說 誒 房間有的買到品質不好的後扶手 會有斷裂的疑慮 那千大的EPIC這組後扶手 最新版本的這一組 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非常的強韌跟堅固 那當然是遇到撞擊的話 還是會有跟一般的故障的 那如果說基本上 離車拉車跟使用上 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安裝的是 北廷跟G5通用款的碳纖維後扶手 那一樣是具有3D碳纖維的一個 一個花紋的紋路在 然後整隻都是碳纖維 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 那亮度也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後面的情況 然後看一下左邊45度角 側邊 我們看一下左後45度角 還有左邊碳纖維 那我們最後再看一下 那目前碳纖維的部分呢 三代新印站 還有雷霆的 雷霆G5共用款的話 那 Bike 倉庫機車精品 本店目前都有現貨 那還有最新的S-Mess 那我們全部都有現貨 那很多車種呢 其實都會陸續的開發 那因為這個都是 百分之百手工製作 那所以製作的時候呢 這個非常的花時間 那每一組拉桿呢 幾乎你不會買到 比較一下 你幾乎不會買到 一模一樣的 那是不太可能的東西 因為每一組拉 這個後扶手 都是老師傅慢慢做 慢慢做 做出來的 所以他的這個 整體的 這個 花費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久的 那也 那事實上 以花費的這個時間 再以 這組的價格來算 其實價格並不高 那這個呢 生產的數量非常非常少 如果 目前還有現貨的機會 情況之下 那有需要的 車友們 可以趕快過來購買 以免到時候 又要等 好幾個月以後 才買得到東西 那有需要的 歡迎來賣可 倡庫機車精品 訂購請問 謝謝各位